16岁的杨子万万想不到 就因为一条钻石项链 差点毁了自己的璀璨星图 2008年 杨子戴着小雪的光环 成功签约了大杨子旗下的聚力影视 刚进入公司的杨子 就收到了大杨子的豪华见面礼 因为签约当天 正好是杨子的生日 因此现场不仅有三层豪华生日蛋糕 还有大杨子亲手为杨子戴上的钻石项链 在签约仪式上大杨子还放话称 要把杨子打造成下一个巨星 但没想到才半年的时间 杨子就宣布和聚力影视解约 双方甚至还闹得很不愉快 而对于杨子解约的原因 外界有两种说法 第一就是在签约期间 杨子并没有什么能 拿得出手的作品 并且还有传闻说 杨子在和聚力影视合约期间 受到的待遇并不公平 所以杨子最后才会解约 第二则是 因为当时的生日项链仪式 让未成年的杨子陷入了包养 插足别人婚姻的丑闻 最重要的是 在包养门发酵后 公司没有进行任何宏观 只留杨子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对抗 外界的滔天恶意 在这之后 杨子因为口碑大跌 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境地 本想靠着续拍《家有儿女》第三步 重新攒点人气 但没想到也被换成了投资方的女儿 或许正是因为林过雨 所以成名之后的她 总想着给别人撑散 肖战能走出二二七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杨子 2021年 两人一同出席微博之夜 在上台时 杨子剑步如飞 丝毫不顾起后面 为自己提裙摆的肖战 对此有人表示 当时肖战正身陷二二七事件 因此许多明星都不想 和肖战扯上关系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2020年的星光大赏上 两人同台演唱 新剧余生请多指教的主题曲 在台上演唱的杨子 还不忘利用转身的空荡 小声地跟肖战说加油 而肖战在接收到信号后 也握拳回应 最后目送杨子离开 不仅如此 肖战在后台准备时 杨子就一直在为肖战打击 临上场时 杨子还不忘为他加油 要知道 当时肖战因为二二七事件的影响 代言的品牌纷纷取消活作 村中也没有好友愿意为他出头 配音演员乔世宇 只是为肖战庆生就被不少人追着嘛 可见当时杨子敢站出来 公开支持肖战 是多么的讲义气 但有些人会说 杨子这个时候站出来 只是为了给新剧炒热度罢了 可如果真的是因为利益 杨子不应该离肖战更远一点嘛 毕竟如果两人合作的新剧 播出效果不理想 杨子也能全身而退 或许正是因为杨子经历过网报 知道这种滋味 所以他才会站出来帮忙 华瑞做过最后悔的决定 或许就是跟杨子解约 导致公司的股价暴跌 公司本以为杨子不是一线 离开公司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没想到 杨子的地位早已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在双方宣布解约之后 华瑞世界的股票 从开盘后就成断崖式下跌 那么杨子到底有什么能力 在离开一个大公司后 还能让其股价暴跌 主要是因为杨子 不仅具有商业头脑 事业上也如日中天 当时杨子刚加入华瑞的时候 正是事业发展的紧要关头 他不仅投资开了永康萨朗工作室 还腰身一变成了资本大佬 在经过无数次的换脚风波过后 杨子明白只有自己成为资本 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杨子和杨幂都是事业行李弥强人 但杨子比杨幂要好的点在于 他会为了磨练演技 交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将公司大部分的事物 都交给了父母管理 因此如今的杨子 不仅手握多个大包具 还成功登上了 2017年的福布斯命运排行榜 说杨子一人养活整个公司 完全不为过 2021年光一个季度的时间 欢瑞5300多万的收入 其中三分之一都是杨子贡献的 所以在杨子解约的时候 欢瑞还想拉着杨子捧成意 虽然杨子一再拒绝 但最终敌不过资本 不过好在如今的杨子 已经自立门户 也不需要再为欢瑞带新人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哦